马英九在第三场证监会的时候说了一段话 蔡英文也说了一段话 这我要考你们两个 今天我们不能不讨论这个话题 马英九说 蔡主席 你曾经说过你在50岁以前 你没有为钱烦恼过 你很好命 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跟你的命一样的好 今天你要来竞选总统 你不可以把意识形态 放在你的执政的理念里面 因为你影响的是很多 所有被你统治的人 所有台湾的人民 包括支持你的人 他们没有你的父爸爸 没有你的命号 如果你把你的反中情节 而不是从全球经济 跟替老百姓 年轻人找出路的角度 来作为你的施政理念的话 很多人会受伤害 他们失去工作 他们失去尊严 他用一个比喻 欧债危机是一辆列车 从左边撞过来台湾 两岸危机是你自己create 你等于是另外一个 自己开了另外一个疯狂列车 再把台湾撞一边 你于心可忍 这是马英九讲的话 蔡主席讲的话说 你刚刚讲的雷根 因为我们老一辈的人才记得 他们年轻人不知道 那句话就是抄雷根的话 四年来你们过得好吗 四年来你们是不是觉得 你们的无薪价 跟你们的薪水都越来越低 那他认为马政府 你在嘉宁华 我在派你当 这大概是两个最后辩论的时候 最不相同的彼此的诉求 那我想请问二位 就说你们自己怎么样看待 在欧债危机 跟两岸危机 这两件事情 如果同时发生在台湾 我想帮年轻人问你这个问题 我们可不可以完全 现在就不要大陆 我又反中 我反中情急 我讨厌中国 我要去巴西 我立刻是撤到巴西去 那我就分散到别的地方去 那在欧债危机之下 如果我们的总统当选人 他做了这个决定 他对台湾的经济 会发生什么影响 在2012年 这也是英国经济学人的 不是我们自己台湾的官方资料 说今年2012年 预测呢 我们没有经过调整的 我们就两万两千美金 看到没有 都是我们大家知道 那么去年大概是两万出头一点 今年两万二千 两万两千 关键我要看的是你右边那个 就经过所谓购买力调整之后 各位看到 中华民国是四万三千美金 四万三千 而那些国家 德国也好 英国也好 法国也好 日本也好 他们的没有经过调整的 当然比我们两万两千高 你看到了 他们有四万三三万九四万五万哦 包括日本 可是因为他们价格太高 相对的我们台湾价格是比较合理的 比较低的 所以经过调整之后 我们台湾四万三 所以因此 我们的real GDP 经过调整之后 是高过了德国 英国 法国跟日本 格尔高教授 这会不会因为是平均的 你们这些老人 那年轻人很穷 这很好 这下面就要讲 你们同不同意 对 不同意 不同意 我帮你们讲话 我是你们妈妈 对啊 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台湾 中华民国的护照 你今天到了欧洲 可以免签证 为什么今天 我们排在美国 候选国 希望能够在今年的秋天 也能够到 也能够到美国去 而不需要签证 原因是我们的购买力 是那么的强 我有一年 1971年 那个时候我在美国教书 需要一派我到 哥本哈根到丹麦去 我跟我那人 跟我两个孩子 我跟我那人 当然是开了 中华民国护照 可是德国是那么的方便 你在丹麦教书的话 开车的话 坐火车 几个小时就到了德国 就到了下面了 法国来 可是没有一个国家 你不需要经过签证 你能拿了两个 中华民国护照 哎呀 我的那人 我在教书上课 做研究 他一天当晚就拿了两份护照 到处去签证 要两个礼拜等 然后要你的机票 要你的旅馆 那个时候 你发现 不仅是弱过没有外交 你弱的国家 根本没有办法履行 非常非常的痛苦 可是今天 你拿了中华民国的护照 居然可以到124个国家去 这个是了不起的 可是这我听马恩就讲过很多次 OK 那我有一个数字 我今天又准备而来 我们的制作单位 我有个数字请教高教授 教授在这里帮我回答 我先给大家看是OECD年轻人的失业率 因为我认为年轻人面临的问题 跟我们这一代的人是完全不一样 我先给大家看一个是OECD 这是OECD国家的青年失业率 它的失业率 比如说意大利刚刚公布的 我现在还没有老啊 证明给你们看 你们回去查 绝对没有错 意大利刚刚公布 它的失业率 11月份是8.6% 10月份是8.5% 证明我还没有阿兹海默症啊 但你看它的青年失业率是27.8% 就是你要知道 什么是青年失业率 就是指20岁到25岁 有的算法是从22岁到28岁 就各国的算法不一样 那它的失业率跟总失业率是不一样的 这是青年失业率 希腊32.9% 图尼西亚在革命之前49% 这就是革命数字 西班牙是41.0% 爱尔兰是28.7% 英国21.3% 美国上个月 年轻人失业率是17% 这个月18% 可是全美国现在失业率只有8.6% 所以我要讲说年轻人命运不一样 我再来看台湾年轻人的失业数字 给我看一下 经济部主题处 台湾20到24岁 青年失业率12.49% 25到29岁 失业率6.86% 而这些20到24岁的人 我每次看到他们这个数字 我就想哭 为什么 他们就是2008年 20岁 现在24岁 23岁的人 现在20岁的人 就是2008年18岁 我常讲 青春应该是微笑欢乐的 可是他们的青春是悲苦的 所以我想请高雄儿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现在对了这么多的年轻人 他们有愤怒 他们有挫折 他们不知道他们该怪谁 事实上其实把花儿爹抓起来 我有时候很想当黑道 把他们抓起来 杀一杀 谢谢分算了 可是好像这种事也不太文明 对不对 但是呢 也解决不了问题 更严重的是 我杀了他们 我要去坐牢 然后我还解决不了你们的工作问题 然后所以现在很重要 就是我们在座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跟我们刚刚所看到的美好幸福指数 是脱钩的 他们的人生是痛苦的 因为他们跟我们这一辈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怎么办 请高教授回答 这个 我一个朋友啊 这个刚好过去一个月从国外回来 那么他对我们台湾的民族政治选举等等也很向往 看了之后他就跟我讲 他说他是念工程的 他说高教授啊 他说我看了你们的电视之后 我发现台湾是全世界 最社会主义的国家 甚至于非常共产主义的国家 什么意思呢 就三位总统候选人 他们讲的每一项啊 都是要怎么样来增加各种社会福利 各种照顾是个弱势团体 我是军人子弟清寒的 郭董事长自己奋斗出来的 所以你要问我的话 如果年轻人找不到工作 围观来讲 关键在你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 有三位诺标的经济奖 前两位到台湾 我跟两个见了面 问他 我说 一个 我讲英文啊 我讲 when young man gets out of school if he could not find a job whose responsibility is his own or the government 这两位美国人 就在活着问题太幼稚了 你自己是professor 但是of course it is young man's responsibility of course it is 当 young man's responsibility 我可以告诉诸位 假设我是个politician 我怎么样都不敢讲这个话 我怎么样都不会讲这个话 你怎么样文件逼我 我都不会讲这个话 我说 这当然不是你们的责任 这当然是政府的责任 我们要创造就业机会 给你们一万好 一万五也好 两万也好 你们放心 没有啊 我给你事业保险 有没有错 当然也没有错吧 一个社会总是有 诸位听到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五 我们跟他广义的说 我们叫弱势团体也好 讲他是低所的也好 讲他因为各种理由 包括健康 包括他的地区 包括他的职业 包括他的年龄 是比较不理想的 我们叫弱势团体 这些弱势团体 当然当然 尤其我的背景 我们政府 我们社会 我们企业 应当借一切的力量 帮助他们 可是那些人 百分之十五也好 百分之八也好 当他们照顾完了之后 我们的politicians 我们的媒体 包括文件 你要把你的眼光说 我们还有百分之八十八十五的人 是要把这个派扩大的 我们不要把这个整个的眼光 看到我们社会那个不幸的一句 我们帮他那忙 帮完忙之后 我们要想出这个社会 怎么样扩大这个派 走出去 奋斗 努力 创造 而不能整天 整天 沉醉在那一个 水深火热之中的场景 现在问题不在这儿 现在问题是 要把饼做大的同时 有人告诉你 你这个行为叫做卖台行为 那怎么办 那我跟你说了 那我就用下这个 胡锦涛也好 这个温家宝的话也好 这两位中共的领导人 大概在全世界你看不到 在国际场合 这个国际场合 可能是联合国 可能是G2 可能是G8 可能是世界经济论坛 World Economic Forum 你有没有听到哪一个领导人 在那些场合里头 站在那里 我爸妈也好 英国首相也好 说咱们的国家 有各种问题 不会的 他们两个怎么说 他说 当一个国家 有一些经济成就的时候 在那个国家是很重要 可是到了咱们中国 被13亿人口一除 我也不知道 当你们这些小的国家 有一些问题 也没有问题可以处理 到了咱们中国 13亿人口一成 不可收拾 公开讲 讲了很多次 但是你们不要把咱们中国的市场 给它去掉 不能够exclude 你们要把中国市场加进去 因为我们有市场 我们有潜力 我们欢迎你们来投资 这就大陆所叫加减乘除 也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相信我们国总是长了 走遍了世界 最后选择是那些地方 我一辈子教经济学 我们相信的不是政府的智慧 我们相信的是企业家的判断 还有人民的智慧 还有人民的智慧 谢谢 好 所以 所以 因为我在台大也教过书 所以我可以跟台大的同学 或者非大的同学说 谁应当对你的事业负责任 谁应当决定你们的前途 你要相信我 不是政府 你政府不要插手 让我自己来决定我的前途 你不要告诉我到哪儿去 所以年轻人该不该投票呢 年轻人该不该投票呢 该不该投票 因为你讲的政府根本就是个不重要的东西 那当然要投票啊 他太需要投票了 为什么 有什么样的选民 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董事长我 请这些 好 我再讲一句话 好 年轻的朋友们 当你如果跟我说 说我找不到工作的时候 我不是马上同情你 像文谦一样 我反而想问第三个问题 当你找不到工作的时候 你到底有没有 很认真地学习 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你到底已经有没有专业的技能 第三句话 你到底有没有工作的热情 你三个有了一定找到工作 你一定可以在郭董的地下 不仅去巴西 不仅去他都要求你 不是台大他更喜欢我告诉你 不是台大更喜欢这个 我好像要告辞了 因为我都没有发言的机会 这个我跟两位抱歉 我是在四十岁以前 几乎没有投过票 虽然我父亲是国民党 我那个时候也是 年轻人没有叛逆 那是不对的 因为年轻人本来对现实 他就是理想主义 对现实要充满了同情 所以呢我也一样 可是现在呢 我们这些老中青的三代 站在这里 其实我们现在 我想要强调的是一件 什么事情 当然 我曾经在台中也讲过 如果说任何的当权者 要当选上总统 我们希望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想在这个远见杂志里有讲 第一个 一定要扩大年轻人的就业机会 也许 政府没有 百分之百的responsibility 但是他怎么样来扩大就业的机会 这是政府 你找不到工作 是你自己的 选择自己的 那我没有办法 负责任 但一定要把这个派做大 我也同意他们两个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一定要 想办法呢 来维持两岸关系的 和平稳定 现在呢 哪一个国家 那他必须 虽然美国 他现在必须要 在某一个阶段 在某一个 在他的政治 美国也是选举语言 他维持跟中国一个 既对抗 又维持和平的 可是你要晓得 他现在所有的 我曾经讲过 他现在所有主要的 主要的商人 甚至主要的这个 我刚刚不久前 正好在天津碰到洛家辉 我带了NVIDIA的董事长 到天津 成立研发中心 杰森黄 所以张高丽请我吃饭 他说 哎呀 洛家辉在 我不能 他没关系 这个 他也是来做生意的 可是你有投资 他那个生意比较虚的 你的比较实的 所以呢 我 我陪他一个中头 我陪你两个中头 所以 那么 第二个呢 就是说 两岸的经济 合作 两岸的这个 尤其是年轻人将来 我想彼此可以互补 彼此可以 这个 彼此可以竞争 也彼此可以学习 而且那个地方的 机会 对我们来讲 你做国际化的过程中 这是一个 很必然的机会 所以我讲大陆的第二个就是说 要维持一个非常重要 两岸的和平稳定 对我们来讲 可以发展商贸关系 今天你是不可能 我们不可能 这个 就是骆驼 跑一个地方 把头藏起来 看不到这一个 是这个 看不到这个 看不到这个现象 我们必须要重视 因为我怕你走掉 第三个是产业结构的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 对我在书长都有讲 好 我问你 你刚才讲那个说 选一个政府 连比能还要重要 所以你称赞巴西女总统 对不对 刚才我跟你在房间里头 你偷偷告诉我一个秘密 你也去吃了富邦鱼翅宴 是不是这样 哦 然后你后面讲一句什么 你说菜名中的鱼翅 一定很难吃 因为它很抠门 是不是这样讲 能不能谈一下 因为我住 那个鱼翅宴就在我住的地方 楼上 今天圣诞节 这个平安夜 我请了两队很好 跟我母亲 我们在 就在那个上面 那我也不晓得 那个地方就吃鱼翅宴的地方 那么 结果 这个 我那个好朋友 他 就是参加了那一场鱼翅宴 其中一场 他告诉我 台北银行并富邦的时候 富邦并台北银行 就是富邦跟台北银行并的时候 当然他第一个告诉我 我刚刚也跟文健讲 那蔡明忠的鱼翅是 蔡明忠是有名的这个 会算计的 因为银行出身的嘛 这个 他请你吃这一顿 真的是 他的鱼翅肯定是算根的 我们吃鱼翅 我觉得那天 我刚刚讲的重点不在鱼翅 在于说 今天 富邦 大家对 大家对 大家也许马总统 不应该去吃那顿饭 在台北市长任内 可是呢 我觉得说 这里面是两个不一样 就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说 富邦 台北市银行跟富邦合并的案子 是我这个朋友告诉我 他说 马英九的编程很多的 都不晓得怎么样回答这些问题 他很简单 五分钟就说清楚 他两家都是股票上市公司 而且找到中间第三家 这个证券承销商来 比价 你谁出的价钱高 把这个 公开上市公司 他这个 这一个 股票呢 是溢价的好像 最后是两菜争夺 据我了解 那这 这个 这个都有 这个都有记录 不能随便说话 那么他两菜争的 后来富邦呢 出了比别人又高了 将近溢价了将近百分之 在我们股票上市公司 都晓得要溢价 溢价你就可以 取得这个经营权 溢价合并 就是说 溢价了将近百分之六十 做合并 那这一个 是造成他们合并的一个 告诉他故事 就是高盛前任的 承销商的负责人 对不对 对对对 OK好 那宇昌爱你有看法 我这是电视 我没办法让你讲那么长 不是红海演讲会 宇昌爱你有看法 看完了我就要请下面的人问问题了 宇昌爱看法 我们的记者赶快拿笔起来 快点 我 我其实我在美国也有投资这个生化科技 生物科技其实真的讲风险也蛮大的 这个台湾就算要做生化科技 我最近也投资一个生化科技 而且我最认为最大市场在对面 中国 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你这个生化科技 尤其是我们要是东方人的基因 我最近在台证 我们这很多琢磨 但对宇昌爱来讲 我觉得跟富邦爱是不能相同 因为它是一个已经公开市场 这个有公开标价 那一个是 是在这个等于说创投最早的 叫天使基金阶段 它是一个非常高风险 当然这个风险 当然国家愿意来担这个风险 这是个好事 但是呢 任何在主持大政的人 他都不能用权力 我觉得关键不在 知不支持生化科技 我看最近有个广告说 支持生化科技 特地国家赚很多钱 我觉得关键不在这里 关键你是在国家的立场 支持生化科技的话 你赚的每一分钱 都应该缴纳国库 这是我的看法 好 我们请我们现场的所有的 大家给我们两位来宾资讲 因为我要保留时间